你从这气象研究也大概40多年了 你说40多年来 你没有看过三托尔台风 这么奇怪的路径 而且刚刚讲的 它从一般的热带地西压 变成了整个台风 然后非常迅速变成中台 现在又在中台的最上线 往这个所谓的墙台迈进 而且可怕的是 它就这样来了一个大转弯 来了一个回马墙 来了一个绳子轨迁 它真的有可能在我们的高屏登陆旁 如果在高屏登陆没有阻挡 那个伤害是很大吧 对 它的这个台风 在24小时 前天本来是从一个热带扰动 热带低压 24小时就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24小时变成中度台风 对 二小时变成中度台风 这个真是非常罕见的 尤其是非常靠近 这个西北东北亚陆地这边 表示说这个海温很高 然后它这个底层的 这个锤子风险也很小 再加上它经过了这个黑潮 所以它持续 现在目前还在加强 因为走得很慢 台湾最怕什么 走得慢的台风 然后从南往北的台风 另外就是它从 这个台湾海峡北上的台风 这三样所有的条件 都是我们最怕的这种状况 全部集中在三坨这个一身 好 那我们先看到两个东西 第一 它的结构 现在越来越扎实嘛 然后讲说它现在已经开眼了 开眼到底在什么 然后那个这开眼了以后 它说在中间 有很多的雷雨宝 有很多的这个闪电 这个闪电代表 它的能量是非常强吗 没有错 台风里面如果说 看到很多闪电的话 表示它的对流非常旺盛 对流旺盛 就是它的上升气流 它的风速都会非常强 再加上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深的地方 这个是它的眼墙很强的地方 对 换句话说 这个是它的台风眼 这个台风眼 当它这个台风 走到高雄这附近的时候 它往高雄进来的时候 这块最强的眼墙 就可能打到高雄跟屏东这边 所以我们讲说 它的东半部最强的眼墙 就是指这一块 对 这一块 这一块最害怕就是 它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眼墙还在这个地方 这个最强的会直接撞上来 没有错 这个就是 而且风向的这个变化的话 它是这样转的 它是反时针 逆时针转的 所以高雄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南边通通是它的这个 影响最大风雨的地方 就像我们上一次凯米台风 在登陆花莲的时候 花莲是在它南边 然后它到下来之后 那个东北风进来 所以花莲整个扫到 非常强的这个状况 对 那在夏季的话 是比较怕西南气流 跟这个东北风 跟这个台风的环流结合 可是它又边边 它又是一个秋台 对 秋台的这个变化 如果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的话 会有共办 会有共办效应 也就是说 它在北上的过程 刚开始在高雄登陆 在高雄那附近 屏东的那附近登陆的时候 它那个时候还没有共办 因为北边的系统还没下来 对 那等到它走到台湾的这个过程 出海之后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就是它后面的共办的云系 在慢慢接近当中 这是一个封面云系 后面有一个高气压 你说秋台很容易有共办 没有错 当这个 当到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当它走到台湾的这个 在台湾海峡 在台湾的这个上空的时候 这个封面就已经开始到了 到了之后 它后面的东北风开始下来 然后当它一出海 这个东北风又开始下来 所以说这次这个台风 南北都要非常警戒 南北都被夹击 对 就是说礼拜二礼拜三 是南部地区 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高屏地区 那至于说礼拜三 礼拜四是换成北部 这个包括了宜兰 台北双北这个地方 对 都要小心它的这个状况 这个台风绝对不可以小觑 再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这个 在台湾待的时间又非常长 等于说它是在后天的中午 对 登陆到高雄附近 然后之后 它会经过中央山脉 到了这个东岸这边 大概要走12到14个钟头 换句话说 就算它登陆之后 被神山破坏了它的结构之后 它还是拼命在下雨 台湾的雨量 就要承受这12到12个小时 12个小时的这个雨量 不管那时候 它是一个轻度台风 或中度台风 那它的雨量 那雨还是会很大 还是很大 加上 你就算是从中度变成轻度 你只是风变小了 是 雨量还是很可怕 雨量还是会持续地累积 这个时候我们台湾 尤其是像花东那边 还是这个0403的那个 那个都还没有嘴巴好 那还会造成 你看到苏华公路 现在已经开始崩了 那还得了 而且你今天这个图就这样 我们这两天就这次集团 你就看到它的 那个整个风切 整个速度 它整个未来的走向 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很短时间 你看它的这个变化 48小时 这个美国 一直到它 爆到现在 都是爆它是飓风 是等于说我们强台等级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数字 对 从40级 从30级 40级 这个是海里 50 100就是强台了 你可以看到它变化 对 它走到 现在走到巴斯海洋这边 对 86 87 不然就920 45 96 97 100了 就100了 表示这个 它一直在正强中 中 眼墙一直从开始 不清楚的这个眼墙 开始持续的变化 然后24小时之内 就变成中台 然后再20小时 就变成墙台 你看到它这个眼墙 对 越来越清楚 这个前面 尤其刚刚讲的这边这块 你说这个地方 就是它最强的右眼墙 没有错 当它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就在我们它的正前方 所以说高雄跟这个屏东那边 绝对不可以 绝对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否则的话 就可能像比这个赛罗马 更惨的 好 那刚才讲的 现在不但是说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阻挡 我直接冲上 直接冲上 当然你的风力会非常可怕 但最可怕的是 我如果看到现在的累积雨量 这个预估雨量 这个预估雨量 除了东半部之外 刚刚讲的 整个台湾的雨量都非常可怕 对 这个雨量只是目前它预测 还没有预测到 礼拜三礼拜四 这个时候是全岛都在下雨的 除了可能台中这边 雨稍微 雨是小一点 再加上出海的时候 加上购卖效应 跟北边符合的状况 那就会整个北分 这边就会变得红色的 这个我们在明后天的预报 也可以看到更清楚的 这个雨量的预报 所以说这个都是 绝对不可以小准 我们要确定做好这个防胎 全省都要提高警觉 从原本的盛英年转导 转到了反盛英年的 这过程里面 所以在今年 像是以台湾附近周边的 海水来讲 温度相对海温条件 都是比较高 所以现在它的走路 走向了这么的奇怪 会不会是跟 极端天气有关系 尤其在这个山土儿台风来讲 它其实有一个数 就要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在过去这个浅蓝色 这一条线 其实代表的是 热带性低气压的时间 那么接着 这浅浅蓝绿色的线 代表的是轻度台风 可是它就从这个 转到了轻度台风 再转往了中度台风 这个时间 非常非常的短 只花了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从原本的热带性低气压 转为青台 再转为中台 为之所以这么的快 就是因为海温条件 非常的好 这是目前的海温条件 比较偏红色的 大概现在温度 都还有来到了30度 但是过去这几天 其实这边的温度 甚至还来到了31度 这样子出现了 反盛英年的暖水区 不只是在我们西北太平洋 其实包含了大西洋 今年6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 这个贝罗飓风 其实也打破了 大西洋非常多项的纪录 因为它是史上 最早的5级飓风 你看它这个视力范围 确实强度也蛮好的 甚至它也是在 短短的24小时里面 从原本的热带风暴 就已经增强为 一个4级的飓风 也是因为海温条件 非常的高 加上风切相对比较少 所以它还被形容说 是一个怪兽飓风 甚至打破了将近60年来的纪录 因此加勒比海这边的岛国 还受到了重创 好多人也因此丧命 因此为什么现在这一些 台风跟飓风 都跟极端天气有关系呢 甚至包含了路径的预测 越来越困难 我们看到的目前 像是以山陀儿来讲的话 世界各国预测路径预估 很有可能都是从 高雄屏东一带来登陆 但是未来 要出海的这个路径 可能是介于宜蘭到花莲之间 这条路径光是从它这边 从南往北的路径 就很难预测 因此像是气象鼠 它过去就统计了 全台湾最常见的这些 台风路径一共有9条 123456789 你看一看 就是没有山陀儿的这一条 所以山陀儿就是 第10种的特殊路径 这样子的特殊路径 其实在比例里面非常的低 只有4%而已 过去有这些特殊路径 还有哪些台风呢 看看下面包含了 2014年的凤凰台风 还有1977年的塞洛马 这些也都是被归类在 第10种特殊路径的台风里面 就是因为这种台风 路径非常的罕见 尤其如果说 同样都是以高雄登陆的话 上一次比较严重的 就是塞洛马台风 有没有可能这一次 山陀儿也是从高雄来登陆呢 一定要赶快的戒备 因为现在路径的变动术 还会是有 加上预估明天上半天 有可能就会增长 为一个强烈台风 现在看起来整个台东的山区 已经是大豪雨等级 预估这一个雨 要直到了周四的时候 才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尤其嘉义到屏东 还要盛防可能出现风暴潮 以上是这节最新 当卖场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觉得这一次 好像台风价 可能会放很多天 所以现在台风怎么走呢 交给淑莉 好了 雨淑 我们来看看这三坨台风 这三坨台风实在很难搞 第一个它的名字 实在很难念 大家不觉得吗 不小心一下淑莉就念成三魁儿 还被投诉 讲这么辛苦还被投诉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从今天下午过后 它一直每小时六公里持续 一直往溪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直在往溪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其实它真正 接下来这路径上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所以这个台风 真的是非常难以捉摸掌握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擂茶跟风场图来看的话 事实上现在有一个比较强的 这种外围的云带 现在外围的雨带 现在一直在侵袭的花莲跟台东 所以花莲跟台东一直 目前都还是有强降雨 食雨量都是在20跟30以上 除了东半部有强降雨之外 因为雨带过山 所以现在晚上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明显增加了 另外在风跟浪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现在在蓝雨 已经刮出了11级的强震风 那么另外在成功 其实也已经有9级 而且在恒春以及新屋 也都有10级到9级的强震风了 当然了 未来这几天 大家很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雨区预报上面 其实因为明天 整个降雨来说 跟风来说 整个花莲台东恒春半岛 明天是风雨达到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南部 其实明天晚上 风跟雨也会明显增强 到了礼拜三 说实在的 全台湾都笼罩在山陀儿台风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一天当中 全台各地 其实是风雨最明显 而且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这个礼拜三 其实全台湾要放台风架的几率 可以说最高的 到了礼拜四 其实台风逐渐要远离 可是礼拜四的时候 暴风圈还是笼罩在北部 跟宜兰东北部这边 而且这个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比较有持续性的 强风跟豪雨 那么因此在礼拜四 北台湾其实还是有放台风架的几率 所以最后熟地整理了一张重点 我们就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首先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山陀儿台风 有可能成为最强登陆高雄的台风 但是它登陆的这个路径 还有登陆的地点 其实后续还有变数 我们还是要持续在观察 另外这一次在南部 不管是在哪边登陆 事实上对于南台湾的冲击 可以说都是非常剧烈的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一次南部的观众朋友 要小心防灾 放台风架的几率 再为大家整理一下 礼拜二花莲台东南台湾有机会 礼拜三全台各地都有机会 到了礼拜四 北台湾是有机会放台风架的 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时间交给雨淑 我们就从最新一报的 这个警报区域图来告诉大家 目前针对这个三陀儿台风 它最新的一个动态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三陀儿台风 它的暴风圈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接触到恒春半岛 目前到现在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整个恒春半岛现在 就是笼罩在它的暴风圈范围里头 所以在刚刚的新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恒春半岛 现在是风强宇宙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以这个海上台风警报 跟陆上台风警报 其实都还是维持一样 因为陆上警报 就是从高雄以南到恒春半岛以及台东 现在都是路上的警戒范围 那么海上的话 则是整个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的南部 一直到东南部海域 到目前为止 整个风跟浪的部分 在这个蓝雨 已经出现了7.7米的浪高 这是目前观测到最大的一个浪高 那么风的部分 也是因为恒春的满洲 还有像是蓝雨这边 是最接近整个暴风圈的 所以像是满洲这边 最大阵风都已经出现12级了 那么蓝雨也出现到 10级这样的一个强阵风 现在以强度来看 中央气象署表示 在明天的上半天 山陀额台风就有机会 从中度台风 晋升为强烈台风了 所以这个台风 大家真的是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以对 路径上又是如何 我们从世界各国的路径 还有中央气象署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翻遍了历史以来 所有台风的记录 我们几乎找不到 跟山陀额台风 一样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 这次山陀额台风 走的这个路径 您可以看到 从现在 如果包括了中央气象署 跟世界各国来看的话 这个登陆点 现在比较趋向一致了 也就是在这个南部登陆 其中又以高雄登陆 现在看起来 是几率最高的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出海的部分 到底在哪边出海 现在看法是相当分歧的 有的认为会台东出海 也有认为是花莲出海 甚至也有认为 是在宜花之间出海 所以这个台风 接下来其实在路径上 还有一些变数 那么尤其在明天下午的 这个北转 就是一个关键了 当然了 接下来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要提醒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了 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 暴风圈是已经触路了 什么时候 这个中心会登陆 现在看起来 因为整个速度放慢了 所以影响时间 真的是往后一直拉 我们可以看到 预估现在登陆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三的午后 来登陆了 一登陆之后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由于这一次 如果真的是在高雄登陆的话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高雄 高雄的湘星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将会是历史以来 登陆高雄最强的一个台风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礼拜三开始 整个如果一旦在这个高雄登陆 那南部将会面临的是 自灾性的狂风跟暴雨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 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要尽早做好准备 那么另外 这个接下来还有就是 礼拜四这个时间点 就是差不多凌晨这个时候 整个暴风却是笼罩全台 所以从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四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这个山陀儿台风 影响台湾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五 你可以看到整个时间拖到礼拜五 礼拜五的清晨差不多四点左右 暴风圈才渴望脱离 当然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还是会根据山陀儿台风 它的速度以及它的路线调整 而滚动式的调整 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 随时锁定我们的气象时间 这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放不放台风价 还是要来看预报的数据 最新台风的动态 我们请熟丽告诉大家 好的 现在我们就先透过 这个卫星云图整合了雷达回波图 先来看看三驼儿台风 这三驼儿台风 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而且因为它行进速度慢 再加上海温够高 另外风切很小 所以它还会持续在增强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 中央气象署表示 在明天上半天 三驼儿台风就有机会 变成一个强烈台风 那么一旦变成强烈台风来说的话 当然对于它风跟雨的影响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算说它这一次 看起来是直扑南部 而且有机会在高雄一带登陆 如果它真的是在高雄一带登陆 就算受到地形的破坏 从强烈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上线的台风 但是它还是一个创造历史上 登陆高雄最强的一个台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南台湾的一个影响跟威胁 势必破坏性是相当高的 所以问如何对南部来说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现在我们受到的 都还是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部分地区台风都还没有来 这已经开始有一些灾情出现了 那么今天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花莲台东目前都有这种强降雨 甚至大雷雨 使雨量来说 花莲万荣有32毫米 太马里也有18毫米 我们再来看看 从今天的天气上来说 东西大不同 东台湾您可以看到是好大雨的 尤其现在雨量累积 最多就在花莲的瑞穗 今天下来已经累积了181毫米了 那么在西半部却因为台风 这个强烈的东风被风沉降 所以在中台湾出现了 沉降性的高温 今天中台湾非常的热 最热的地方台中的风源 飙到了36.8度的高温 就算这个鹿港这边 也有35.6度 好了 接下来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好好的请大家好好的小心 整个台风未来的走向 还有它的这个路径 因为从这个浅势预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山徒儿台风它走的这一条路径 明天开始下半天 开始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弯 这一北转之后它的角度 到底会从南部的哪里登陆 这就非常的关键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高雄的几率最高 但是出海其实世界各国的路径预测 看法还是相当的分歧 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登陆的话 现在因为时间放慢了 所以是在明天下午 中心有机会在南部登陆 出海的话要拖到这个礼拜四的清晨 那么要小心的就是从登陆到出海 这一段时间整个山徒儿台风会在台湾上头 持续影响将近12个小时 或14个小时的时间 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那么停留这么久 当然对台湾陆地的破坏就会相当的大 虽然它登陆之后强度会迅速的减弱 但是还是不能够小看 它所带来风雨的破坏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五的清晨 在暴风圈才会脱离台湾本岛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看风雨的影响 这风雨影响其实最剧烈 就在礼拜二 礼拜三到礼拜四 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时间 这其中又以礼拜三 因为暴风圈是全台笼罩 再加上这个中心在礼拜三的下半天 有渴望登陆南部 所以整个风雨最剧烈就落在礼拜三 但是对于东半部来说 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整天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就是花莲台东恒川半岛 其实影响最剧烈是在明天的时间 那么在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 其实风跟雨也会明显的增强 但是南部现在整个风雨最强 应该还是会落在礼拜三登陆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 从礼拜三的下半天到礼拜四的清晨 这一段时间在南部 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台风 在这个登陆之后 它所带来的这种致灾性的狂风暴雨 甚至里面很有机会会引起 这个沿海海水倒灌 或者是风暴潮这样的一个灾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小心谨慎 那么东半部来看的话 其实最强的降雨在礼拜三是已经过了 但是还是持续会有豪雨 风的部分在东半部 礼拜三会开始减弱 但是礼拜三因为受到这个东北季风 再加上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地区这种豪大雨 强风豪雨 将会持续到礼拜四的时间 就算礼拜四整个台风已经远离 但是北部地区还是持续受到 外围环流跟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还是局部会有这种豪大雨出现 尤其在北部山区 还是要格外注意小心 那么因此看完熟里讲到的这边之后 大家应该要好好不管全台各地 尤其是在东半部 更何况是在南部 是这一次看起来影响是最剧烈的地方 那么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 时间再交还给主播 其实目前整个中度台风 山土而距离台湾大约还有170公里的海面上 可是你现在整个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很明显已经可以感受到它的外围环流云系 接着都已经开始影响到了 尤其在刚刚过去这一个小时里面 其实包含了宜兰的南澳 或者是包含了罗东武捷这一带 都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预计这个大雷雨 还会持续大概下个半个小时左右 那么除了包含了宜兰以外 其实像是花莲跟台东这些地方 现在也是属于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 另外包含了恒春半岛 现在的雨都还持续在下 所以在刚刚过去一个小时里面 雨量最多地方包含宜兰南澳 现在食雨量来到了25毫米 至于台东的盐平 现在食雨量大概也来到了22毫米 以一整天累积下来 现在在花莲的封闭 这个地方累积雨量 已经来到了150毫米 这个雨越晚会越明显 尤其这个雨 现在除了是东半部地区以外 所以整个台风逐渐往西移动的同时 其实包含了高雄的山区 以及包含了屏东的山区 这个雨也会更加的明显 我们透过了浅室预测图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台风的地方 到底距离台湾有多远呢 目前它距离台湾大概是俄兰比 大概有160公里的海面上 可是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尤其在刚刚过去这几个小时里面 它的速度 时速都是从每小时9公里 降到了每小时4公里 预计还会往西北的方向稍微的移动 一直要到星期二的下半天 它才会逐渐的北转 尤其现在整个导引气流非常的不明显 因此未来北转的角度到底会是如何 预计整个南部地区都会是影响的最剧烈的关键 尤其现在看起来它会从哪一个地方登陆呢 当然高雄 屏东都有可能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以高雄的几率相对会是比较高 如果说未来它的路径不变的话 现在是属于一个中度台风 近中心风速来到了每秒45公尺 可是这个强度还可能持续再增强 甚至有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甚至达到了强台等级 尤其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有可能还会持续再扩大 所以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海温条件还是非常的好 山徒尔在靠近台湾的时候 几乎是一个巅峰等级 因此整个暴风半径都会笼罩在台湾的上空 尤其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是以高雄登陆的机会是最高的话 在它登陆之后 预计要一直到了整个宜兰花莲一带 有机会会从这边出海 影响台湾它整个中心登陆台湾的时间 可能会拉长来到了12个小时 因此这个雨降雨的状况将会是非常的明显 我们透过了风雨时辰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最明显的雨会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这个雨现在看起来 将会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还有包含了双北市地区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变化 尤其现在看起来 预估会是在周三的中午之后 它的重心就会登陆到整个高雄屏东一带 而至于它整个七级风暴风半径 笼罩台湾最多的范围 预计在星期三的深夜的时候 才会是全台影响最明显 所以目前看起来速度又很慢 但是它又持续的长大长胖当中 当然对于台湾的降雨影响 就会是非常明显 什么时候雨是才会逐渐的缓和 预计看起来要直到了周四的深夜 整个暴风圈才会脱离台湾 因此现在看起来 降雨的时间拉得非常的长 今天才星期一而已 大家可能感受山陀而台风 好像东半部有一点雨 南部地区还没什么感觉 但是要告诉您的是 未来降雨最明显的时间点 将会在周二还有周三这两天 整个雨都会是非常的明显 因此现在看起来 明天台风正式清晰之后 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雨 就会是越来越明显 但是中心通过的时间点 预计会在周三的中午这段时间 因此目前看起来 如果它的路径稍微再往吸收一点 那么吸收之后再往北部来移动的话 可能南部地区 未来将会是属于狂风暴雨等级 因此南部地区的雨一定要小心 不只是降雨 还有包含了风浪市井也要提醒大家 为什么现在包含了气象鼠都说了 它的路径这么的不明显 尤其未来导引气流也是不明显 所以包含了沿海的浪都是非常的大 现在包含像是在整个波浪的部分 其实像是蓝雨已经观测到了7.7米高的长浪 这个浪在靠近台湾的龙石 还可能来到高达8级左右的这个浪高 那么至于强震风的部分 只要小心 其实包含了整个桃源以北地区 可能7到9级的强震风 而至于南部地区可能会有9到12级的强震风 因此气象鼠现在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 一定要小心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 甚至有可能出现了风暴潮现象 时间交给嘉买 中台山土尔距离台湾越来越近 但是说到它的入境让人是捉摸不定 不过不管怎么样全台都要警戒时间点 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呢 时间再给华仙 好 现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中台山土尔它的外围环流云性 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所以这个时间点包含了花莲跟台东 都是发布了豪雨特报 而另外包含像是恒春半岛同样也是属于 豪雨特报的警戒范围 不只是整个东半部地区 其实包含了双北市还有宜兰 以及包含了高雄的山区 这些地方现在也已经开始下起了一些 间歇性的降雨 以目前这张卫星雷达回波图上面 你就可以发现 整个水汽已经开始一波一波 慢慢带了进来 所以在刚刚过去一个小时里面 其实包含了花莲跟台东 有局部地区还一度发布了 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而现在雨量下的最多的地方 其实包含像是在花莲的凤梨 还有包含像是屏东的河村 湿雨量大约是30到40毫米 而累积到今天目前为止 最大的累积雨量则是出现在 花莲的丰冰已经来到了152毫米 提醒大家现在整个豪雨的范围 还有可能越晚雨势会越大 而且这个雨会一路下到了 星期四这段时间 那么我们再透过了最新的警报单 也要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现在整个山陀尔台风距离台湾 越来越近 目前距离台湾俄兰比南南东方 大约只剩下170公里 可是有没有发现 它怎么速度还是这么的慢 甚至比刚刚过去一个小时里面 速度又更慢的一点 原本的时速是9转5公里 现在时速已经来到了9转4公里 所以现在看起来 它会持续整个是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不过未来预估要到了星期二的时候 它才会逐渐来北转 所以这段过程里面 就是因为导引气流非常的不明显 因此现在整个南部地区的海域 现在都是属于海景的警戒范围 而至于陆景的警戒范围 现在包含了高雄 还有包含台东 屏东 恒春半岛 都是属于陆上台风的警戒范围 尤其我们透过了影响时序 还要告诉您的是 如果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 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 会是什么时候呢 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 它的暴风圈其实已经接触到 我们恒春半岛的陆地 可是现在移动速度这么的缓慢 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是 在周三的周五左右会登陆 原本我们都说了 可能登陆地点会是在高雄屏东一带 现在最新的数据看起来 比较有可能从高雄一带登陆 但是如果从高雄一带登陆 这有可能就会打破纪录 因为过去在1977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中度台风 登陆到了高雄 当时这个赛洛马台风 其实它登陆高雄的时候 中度台风等级 可是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 每秒只有40公尺 现在不要忘记了 其实山陀儿台风 已经来到了每秒45公尺 而且它的整个强度 还有可能持续增强 甚至不排除在接近到台湾的时候 达到一个强烈台风等级 因此如果依照这条路径看起来 有可能会在周三的深夜的时候 这段时间将会是 笼罩全台湾最大的范围 什么时候它才会逐渐的脱离 必须要到周四的深夜 所以这个时间拉得又更长一点 主要就是因为 速度真的是太慢太慢了 如果未来它真的是 从高雄一带登陆 那么未来从整个宜兰花林一带 这个出海的话 影响台湾的时间 也可能长达12小时左右 尤其现在目前 世界各国的路径看法又是如何 其实不只是从高雄屏东登陆 甚至有一些模式上面还预测 有没有可能再往稀修一点 才逐渐的北转 如果它再往稀修一点 持续才北转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从台南一带来登陆 现在有一些世界各国 他们的看法 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但不管是从台南登陆 或者是从高雄登陆 依照目前山陀尔的强度 都有可能会是 打破过去的历史记录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不管它登陆的地点是哪里 整个南部地区的降雨 都会是非常的明显 尤其包含了在宜蘭 或者是花莲出海的话 也会影响到 影响台湾的时间长跟短 所以未来这几天 降雨的变化会是如何呢 我们透过了雨区预报 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今天整个外围环流云系 已经开始影响进来 所以现在包含了花莲 台东还有恒春半岛 都是属于豪雨的警戒范围 可是不要忘记了 它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中心 影响到台湾 所以如果说未来持续增强 甚至达到强烈台风等级 周二跟周三 就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候 因此如果说它整个路径 稍微的往西偏 或者是从高雄登陆的话 南部地区的降雨 还会再更明显一点 甚至这个雨区还有可能持续的往上收 因此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在未来这几天 其实包含了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这些地方刚好是属于大潮的时间点 如果说台风未来是从南部地区登陆的话 一定要盛防可能会出现爆潮 还可能出现了海水倒灌现象 时间交还给记忆